道工长老 行工长老 诸三长老 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很高兴主办单位给承德这个向大家学习的机会 师父上人缘吉两周年 但承德坚信 师父六十二年弘法留下来的法身设立 对当前跟后世的众生至关重要 今天就老和尚对于传统文化这方面的贡献 提供一些浅见给大家做参考 首先第一个 四长老人家重视根本 强调扎根教育 真知灼见 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 是孝道师道 是孝敬二字 老人家身体力行 将孝清尊师 知恩报恩 表演得淋漓尽致 堪为众生楷模 而这个真知灼见抓到了根本 因为在传统文化也有人推展读经教育 但是都出现了瓶颈 对父母不恭敬 去请教老和尚 老和尚才点出要从孝道师道下手 不然人才培育不出来 那师长老人家 这个张家大师教导他 效法释迦摩尼佛 包含李老把汇集本传给老人家 老人家都是一生奉行 给我们做榜样 再来大力提倡举办祭祖祭孔 新办万幸祖先纪念堂 将传统文化的孝道师道 红传到了全世界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包含英国 卫尔斯大学都举办祭祭祭孔 在一百多年前 银发是用船间泡利打我们 但是老和尚是用我们中华 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孝道师道 供养了西方银发 还有西方社会 再来顺应现代人根性 一 敬业三福 挑选出鲁士道的三个根 第十规 太上感应篇 十三叶道经 重视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 奠定世出世间成就的根基 而这一个观察 市长讲经的时候有提到 他观察上一代 出了很多高僧大德 到他们那一代 好像差很多 观察了几十年 师长老人家说到了 是因为上一代 有传统文化的根基 所以老人家也是为了 护持我们当身成就 所以选出了 这个鲁士道的三个根 那老人家率先锤饭 九十多岁的时候说 我到现在还在扎根 晚年大力提倡一条龙 教育理念 洪护人才从小扎根 成就人才 提出扮一条龙 是根本旧文化的途径 记得老人家 九十岁上下的时候 有提到 我们弟子跟他十几年 二十几年 在财色命力面前 过不了关 这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不是从小扎根的 老人家没有责备 反而是转成一种愿力 然后希望我们都能大力来提倡一条龙 培养出下一代的宏护人才 第二个大象是 沉传道统为往胜记绝学 大量印证经典 世库全书一百一十二套 世库会要有两百多套 还有群书制药 国学制药 分赠给世界各大图书馆 经典不至失传 老人家深深体会 中华民族祖先 爱护子孙的存心 以祖宗之心为心 大力提倡汉治文言文 掌握传统文化 智慧保障的钥匙 进一步希望通过汉治文言文 让世界各民族宗教文化 得以延续 透过这个工具 这也是老人家平等尊重 希望保留世界各民族文化的 广大信量 而且老人家也说汉治文言文 是全世界最大的发明 最伟大的发明 为延续古汉语命脉 创办汉学院 不遗余力培养 能够读懂讲解 例行经典的汉学师之人才 沉传道统 不只沉传经典 还要有培养人才出来 老人家说 我纵使牺牲生命 都要把中华文化 沉传下去 身先士卒 九十几岁 还在为了传统文化 红传奔波 希望全世界 接上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智慧 这是老人家 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 也是对祖先的恩义 对后代子孙的道义 对一切众生的仁义 我们也效法老人家的纯心 第三个部分 今世记名 为万世开太平 强调传统文化 是真正自立立他 修其自平的学问 老人家首先强调 推展幸福人生讲座 教五轮关系 很多家庭 因为老人家指导得到改变 从众多的传统经典 选出契合 不同年龄阶段的教材 小学阶段 慎学根之根 中学阶段 四书五经 大学阶段 群书之药 这个把学习传统文化的 赤地给我们 指明得非常清楚 体察到现代人最严重的危机 是信心危机 便做出榜样 让大众来起信 就像老人家学释迦摩尼佛 让后世红法的人有信心 包含在家乡 安徽如江配合政府 以伦理道德 教育构建和谐示范阵 创办如江文化教育中心 提出和谐世界 和谐社会 从我心做起 用了很短的时间 就扭转了社会风气 证明了人之初性本善 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重拾社会大众 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那也希望在都市里 能够以社区为点 医劳上的教诲来推展 相信这个社区都能成为 当地城市的榜样 顺应时代变化 观察到当今商业界 在社会的影响力 提倡有20个企业 真正落实传统文化 就能把传统文化弘扬开来 这是老人家应激说法的智慧 在山西有一个企业家 他员工没有一对夫妻离婚的 包含在当地 也把当地的社会风气 教化得很好 所以这个真的 照老人家去做 整个传统文化复兴的速度会很快 那道圣和夫先生 也是将传统文化落实在企业 他所产生的影响力 也是非常大 都是呼应老人家的 旧式的智慧 老人家独具慧眼 点出中国几千年 所以毅力不败 靠的是家文化 但现在传统 以血缘为纽带连接的 大家庭没有了 于是老人家又提出 将家文化的精神 落实在企业团体 建立以道义为纽带的大家庭 将中国传统文化沉传下去 发扬光大 因为人的成长是需要环境 包含一个人修行 也需要到场的护念 得以成就 最后将汉学弘扬到全世界 推向联合国的平台 把群书制药选出360句 翻成了各种外国语言 送给各国大使和官员 老人家以自身得风 感得世界各国政要官员 大使的信任 商议国事 与各国大使交流 希望推动建立全世界的共识 帮助全球走向安定和平 对世界政坛乃至世界的走向 产生的重要的影响 所以老人家也证明 像孔子一样走到哪里 这些政要都向他请教 这是老人家的得恨 感得的一个殊胜的视线 那陈德就此跟大家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